说到片场意外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在2010年 在车敦饮食基地的一场意外爆炸 我相信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 那当时呢 两位演员 任家轩和于浩铭呢 是被严重烧伤 不知不觉中呢 距离那场意外已经过去六年的时间了 再度回忆起过往的种种的经历 当事人任家轩依旧是百感交集 昨晚任家轩在微博中 贴出了一张温馨的合照 照片中都是他六年前住院附近期间 悉心照料过他的医务人员 这些都是照顾过我的贵人 六年了他们看着我从病人再次变成了艺人 谢谢你们 每一位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朴实的文字却透露出真挚的情感 任家轩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医务工作者 是一条很长的路 但是我想大家一起努力的话 终究可以熬过来 2010年10月 任家轩在上海拍摄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 被意外炸伤 当时他全身的烧伤面积超过50% 虽然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 人家轩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直皮手术却给他带来了 难以承受的痛苦 那时候我承受的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的巨大的痛 那时候我动也不能动 我只能躺着 看着天花板躺在病床上 然而手术只是开始 接下来漫长的复健之路 更是他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不过这个外表柔柔柔的女孩最终却向世人证明了什么叫做勇敢 没关系 第二天醒来 太阳又出来的时候 我要继续地乐观努力向前 2012年他经过两年艰苦的康复训练 人家轩终于正式重回舞台 宣布复出 除了继续投身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 他甚至还尝试了受伤前都没有做过的事 从2014年起 人家轩开始挑战马拉松 用更加记忆的心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 上次跑完时开始一个小时19分 然后这一次是一个小时13分 我进步了6分钟 我觉得超放肃 很开心 没有成就 浴火重生的人家轩感动了许多人 但他却说自己的乐观和坚持并非天生 那些在他受伤期间 无微不知关怀他的人 才是自己变强的最大的动力 我是一个非常胆小跟非常怕痛的人 然后我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坚强跟勇敢的人 家人在旁边是很大很重要的力量 允许你综合不到 祝福他们的未来一切都好